一说起善恶观来以后呢 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们就开始分善恶 分别善恶好像是人类生就的一种本能 小孩子看电影的时候会问父母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成年人心中呢也有一套善恶标准 他会自动的鉴别 出现在你眼前的人啊 事啊 自动就鉴别了 不用故意的去想 这些专门用来评价好坏善恶的标准 叫善恶观 那么人类各个时代 各个民族 各个阶层 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善恶观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 不同的善恶观导致的对立跟冲突满目结识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对立和冲突 他们都是善恶观不同 你说是恶的 他说是善的 他说是善的 你说是恶的 夫妻有时候吵架吵起来也就是这样了 人类头脑中固有的各种荒谬观念中啊 没有哪一样比他们的善恶观更荒谬 更混乱 更可怕了 当我了解了耶稣的善恶观之后 我就再也不怀疑 除非我们遵循他的善恶观 否则人类也好 个人也好 永无宁日 那么耶稣的善恶观是什么呢 耶稣的善恶观与各种人间的善恶观 都大不相同 耶稣告诉我们 人压根就没有良善子 人压根就不能分善恶 首先我讲第一节 人没有良善子 我们不是分善恶吗 耶稣说你不用分了 一个善子都没有 圣经记载耶稣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以外 再没有良善子 耶稣这么说 保罗也这么说 整本圣经都这么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人人都犯了罪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湿透呢 这是从旧约的耶利米书到新约的罗马书里 一连串的对人的定论 上帝的定论 不错 人好起来的时候了 似乎比天使还好 但是人一旦坏起来比魔鬼还要坏 有人讲这句话我是同意的 他说你看一个人的时候 不能看他好起来的时候有多好 要看他坏起来的时候有多坏 每个人都有好的时候 但是真正的好人坏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坏 魔鬼可以化作天使来诱惑人 天使却永远不会化作魔鬼来折磨人 懂得这一点对我们人生也大有益处 比如交朋友跟择偶的时候 找对象的时候 重要的不是他对你好到什么程度 重要的是看他对你无情的时候 会无情到什么程度 你要星星给你星星 要月亮给你月亮 好的时候 等不好的时候 要根草自己拿去 这个犹太人呢 怀着极大的尊敬 跪着见耶稣 开口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耶稣立即看出他的善恶观大有问题 于是呢 窃住要害 问他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意思是说 你以为人有良善的 你错了 为了让他看清楚 除了神以为再没有良善的这个事实 耶稣以旧约律法来诱导他说 借命你是晓得的 接下来的话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他这么回答 说明他的潜意识中 认为人可以达到良善 世界上有良善的人 而他就是这样的人 耶稣知道 如果他坚守这种错误信念 就注定与永生无缘 那耶稣爱他 就要他放弃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同时放弃财富 地位 跟世界上的成功 踏上爱神爱人的路 为了让他迈出这一步 耶稣发出一个邀请 这个邀请很犀利 尖锐 辩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你来跟从我 那么这个年轻的 成功的妇人 拒绝了耶稣 听见这话 脸上变了色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可见人的良善 最终在他身上破了产 他开始的时候 认为自己是良善 耶稣一句话 一个要求 他的良善立刻破产 这个从小就遵守律法 自以为良善的人 证明了自己 也不是良善的 这个故事又回到了 开头的起初的论点 除了神以为以外 再没有良善的 又回到第一句话去了 这是讲的第一点 人没有良善的 那么第二点 人随时可以行善 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 但是耶稣却肯定 每个人都有行善的能力和义务 这大概就像 没有一只熊猫是纯白的 但是每一只熊猫身上 都有一些白色 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些善良 这又像 没有一块和卵石可以发光 但是每一块和卵石 多多少少都会反光 耶稣曾经问法利塞人 安息日行善行恶 哪样可以呢 他给的答案是 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这说明我们是可以做善事 也应该做善事 耶稣也曾经说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 耶稣还说过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了 这说明他还承认 是有善人 善心 善念 善意等等 这里的善都是形容词 就是人人都知道的 爱人 帮助人 怜悯人 理解人 饶恕人 恩待人等等 耶稣的使徒们在书信中 谈论善行就更多了 像保罗 彼得 雅各 约翰 他们讲了很多教会里 要有善 要善待人 弟兄姐妹要以善心相待 讲了很多 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 人不能分善恶 有一段古老的经文 我在这里念一下 就是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天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这段话的结尾 归结在善恶两个字上 那魔鬼的意思就是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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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能亮 能像神 能分善恶 人能吗 为什么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呢 他说了个密天大谎 说人可以分善恶 以前亚当 夏娃 我想他们自己不分善恶 他们听神的话就试了 就像一个婴孩在母亲怀里 耶稣比喻的 婴孩自己不分善恶的 他就听妈妈的话就试了 我们现在分善恶 分到了神的话上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这么多宗派 互相引圣经上的话 来互相争论 互相攻击 你这不是在分吗 所有人都说 神的话是不能分的 神的话是一个统一的 完整的 统一到哪 统一到我还统一到你 这不还是分了吗 你们要全面了解 这个基督教这两千年历史上的争论 全是引经据典 没有一个不引圣经的 人分善恶 连上帝的善恶他都分 你说可恶不可恶 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以后 人就本能一般的习惯性的分起善恶 或者对人或者对事 或者嘴上或者心里 大人孩子东方西方成了常态 这个世界上你打开internet 你上网一看 全是纷争 各个自以为是 别说那个网上了 国家和国家之间 党和党之间 就一个家庭 婆婆公公儿媳妇 都是这样 但是上帝呢 却乐意让我们返回到 原初的境界 就是那个不分善恶的境界 很明显 如果人没有良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那么还有哪个人有资格 能准确的分善恶呢 一根弯木棍 你怎么能测量 别的木棍值不值呢 瞎子怎么能领瞎子呢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一概不要论断人 领我们返回到 原初不分善恶的境界的人 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 开始的亚当 把我们引入了一个 分善恶的境界 那么末后的亚当耶稣来了 把我们要领回到 原来那个不分善恶的境界 就是他说的 你们不要论断人 论断人的必被论断 你们要饶恕人 饶恕人的必被饶恕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像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木 怎么能对弟兄说 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挑刺 这是人人都会的 而且人人都喜欢的 但这是最大的罪 你就想想 你只要一挑刺 你眼里就有个良木 但是我们哪个人 没有挑刺的心 说实话 我也有 特别是我太太 一举一动 我都能看出毛病了 越是亲人 挑的越细吗 眼越尖嘛 所以耶稣说 您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耶稣这句话很著名的 就是眼中的良木 和眼中的刺 这个比喻很著名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这不仅仅是说 这句话不仅仅是说 你与他同为罪人 无权论断他 这句话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 就是说你自以为意 自以为是 自以为能看清 弟兄眼中的刺 你这种骄傲 你这种罪 已经远远大过他的刺 简直就是一根良木了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有罪 你有更大的同样的罪 不是的 他有罪 他有这个罪 那个罪 那个罪 这个罪 很多很多罪 但是你有一个大罪 就是说你自以为无罪 蛇引诱下娃 是否说 你的眼睛就亮了 你就能像神一样 去分别人的善恶 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多奇妙 伊甸园里边 我们的先祖犯的罪 耶稣一目了然 耶稣把我们引回到 犯罪之前的状态 不要论断 普遍的饶恕 这个观念是反常的了 不仅是教会了 在社会上 在普天之下 一概不要论断 不是说正确的论断 错误的论断 什么时候论断 什么时候不论断 什么人该论断 什么人不该论断 耶稣没有讲这些 耶稣说一概不要论断 你一论断你就错 你就没有资格 就好像除了法官以外 任何人一概不去审判别人 因为只有法院能审判别人 只有上帝能论断 这是违反常行的 但是呢 说实话 只有耶稣的这种观念 才能让天下太平 彼此相安 首先从家里做起 家里你知道 睁只眼闭只眼 比什么都好 我常常讲过 两只眼全闭起来更好 家里有是非吗 家里没是非 人类历史无数次的证明 良木之罪 就是眼里有良木的那个罪 就是彼此分善恶 所造成的恶果 要比那个次之罪 就是个人触犯律法 产生的结果 严重一百倍 残酷一万倍 个人触犯了律法 是他个人犯的罪 但是一论断的时候 导致什么 宗教裁判所 火行住 如果说次代表一种罪 那么良木 带来的就是恶 邪恶 历史一次又一次 用死亡证明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了两千万人 第二次死了五千万人 那么德国人 日本人 意大利人 都是恶人吗 不是 苏联人 美国人 英法人 都是善人吗 也不是 然而他们为什么 英勇无畏的彼此残杀呢 因为他们都被安置在一个 分善恶的环境内 每个人都没有被告知说 你是为恶而战 相反他们都被告知 你是为善而战 双方的人都是呼喊着正义 走向战场 互相残杀 蛇对彼此互相残杀的双方 他说同一句话就够了 哪一句话呀 你的眼睛是亮的 我就发现 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也是这样 吵架的时候 互不相让 魔鬼在背后笑啊 跟太太耳边说 你的眼睛真亮 然后悄悄地跟丈夫说 你的眼睛比他亮 行了 打吧 圣经的含义深极了 深不可测 就这么一句话 蛇呀那一句话 你的眼睛就亮了 你就像神一样 能分善恶 哎呀我天哪 就把人类坑死了 他明知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亮的 但是他就骗你说 你能分善恶 他故意这么说 所以圣经说 骨蛇是一切谎言之父 我就仿佛看见有两个大地 互不相连 一个大地上 有不同颜色的旗帜 飘扬着 每个旗帜上都有一个字 这个字自己看是善 别人看是恶 然后就互相打嘛 都是扬善弃恶 都是为善而战斗 但是另一个大地上呢 也有各色各样的旗帜 但是上面没有字 没有善字 也不见恶字 一片祥和 虽然色彩分成 但是一片祥和 你愿意在哪个大地上 这就是吃了指挥果 跟不吃指挥果 不同的境界 人处处善恶分明 扬善弃恶 最后就死在善恶之争当中 另一个大地是耶稣的大地 没有善恶之争 人们像婴孩一样纯洁 听不到论断的声音 充满爱 饶恕和怜悯 我想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都是这样 教会应该成为这样的地方 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避什么难 首先避分善恶的难 先避这个难 避恐惧的难 这是第三节 人没有能力分善恶 第四 我们接着讲一下 人分善恶的恶果 人如果分善恶会有什么恶果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 我只不过是继续品味一下 人类分善恶的恶果 人类分善恶最厉害的地方 莫过于宗教 我在此处援引两段见证 一段见证引自一位犹太人 历史学家赫拉利的 《人类简史》一书 说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到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改信基督教 这三百多年间 古罗马皇帝所发起的 对基督教的大迫害 不过四次 所有的受害者 全部加起来 被处死的基督徒人数 不超过几千人 但是相较之下 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间 虽然基督教号称 主张爱与怜悯 但是仅仅由于 对信仰的诠释 解释有些差异 就引发基督教的自相残杀 死亡人数几百万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 是十六十七世纪 席卷欧洲的天主教 与新教之战 1572年8月23日 强调个人善行的 法国天主教徒 袭击了强调上帝恩典的 法国新教徒 这场攻击称为 圣巴塞格洛大屠杀 短短24小时 杀害了五千到一万新教徒 不到24小时 基督徒自相残杀的人数 就超过了古罗马帝国 曾经杀害的基督徒人数的总和 另一段 引自近代德国诗人海涅的著作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这本书是很有名的 这本书是写给法国人的 德国的诗人写给法国人 他说 我国福音派牧师之间 能进行多么阴险 琐碎 恶心的攻击 这是你们完全想象不到的 我在天主教教廷年鉴中 从未见到过像福音派 教会报中刊载的 那种卑鄙不堪的东西 你们天主教里边那些计谋 那些什么修道院里的计谋 那些修士们的鬼把戏 如果跟基督教的正统派 虔诚派 为了对付他们所仇视的不同教派 所采取的应用行为相比 还算是高尚的 其中的憎恨 你们法国人是一无所知 所以在基督教里 我们常常谴责无声论政权 或者异教势力 比方说回教迫害我们基督徒 其实我们自行迫害 自行侵诈的情景 更为悲惨 持久和广泛的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骄傲 我们论断 我们行审判 你注意啊 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 有人说基督教人人像教皇 我在这里要讲的是 不仅像教皇 而且还如蛇所说 我们像神 能知道善恶 蛇说的可不是说 你吃吧 你吃的日子就像教皇了 他没这么说 他说你吃的日子像神了 有罪有限 有死的人 一旦他们替神 为神 以神的名义分善恶 那后果多么残酷 多么可怕 可想而知 这也正是一些人呢 对宗教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 耶稣基督不是这样 耶稣基督是吸引人的 那些罪人 到他这里来就不恐惧 不害怕 赤裸敞开 第五点 最后一点 不分善恶的境界 说人不能分善恶 并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善恶之分 不是的 世界上有善有恶 只是人不配 也不能分辨而已 神的意思是将一切交给他 唯有他有资格 有权柄 有智慧 有能力分善恶 所以圣经上说 你们人不要自己身边 身冤在主 主必报应 旧约圣经也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意思就是说 你们别乱来 交给我 我们说人不要分善恶 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善恶 世界上有善有恶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不能分 交给神去分 所以才有一个末日审判 如果我们人能分的话 要上帝审判干嘛 在上帝审判之前 我们先审判了就完了 省得老人家那么累 你知道吗 上帝在天上查看 能四面八方 看得见隐秘的事情 隐而未显的事情 去了拐弯的所有的事情 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上帝全都知道 神知道人间的和睦 人类的善果 只能由他而来 只能由神而来 不可能由人而来 换一个角度说 由于人类没有资格 也没有能力分善恶 所以一个美善的世界 不可能靠人分善恶建立起来 甚至不可能在人类分善恶的 心态下诞生 极乐世界 我们中国过去的翻译 叫极乐世界 说西方有极乐 西方有天国 其实就是讲的 印度再往西到耶路撒冷 那里有极乐 极乐就是天国 天国就是极乐 所谓极乐世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超越了善恶的分别 超越了善恶对立的境界 就是耶稣指着日头 跟雨水所宣示的那个境界 那个恩典的境界 就是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就是超越了善恶 恩典是超越善恶的 路加福音讲得更清楚 说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注意这句话 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应该大吃一惊才对 上帝怎么恩待作恶的 就是这样 阳光雨水就是这样 如果上帝不是这样 我们死定了 地球毁灭了 末日早到了 在这种境界里 神不分人的善恶 人彼此也不分善恶 这是何等美好的境界 这么美好的境界 只能存在于两种情况下 要么是在亚当夏娃 吃善恶果之前的伊甸园里 要么是在耶稣的恩典里 只有这两个地方有 伊甸园咱们回不去了 伊甸园在亚当夏娃 没有吃善恶果之前 是什么境界呢 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仔细琢磨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对我们这些习惯于 按律法分善恶 做论断的人来说 要体会各种滋味并不容易 只有当我们比照 耶稣的恩典的时候 比照罪人在耶稣面前的光景 我们会毛塞顿开 突然想起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八个字是什么意思 栩栩如生 雅各景胖大水的 三么拉女人 是不是 并不羞耻 赤身露体 有五个丈夫 现在跟他同在的 不是他丈夫 是个野男人 妓女冲进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 并不羞耻 所有的罪人到耶稣面前来 不都是全然敞开吗 他们不必遮掩 全部敞开 税吏跟他一起吃喝 妓女亲吻他的脚 税吏长接待他 一群败坏和低贱的人跟着他 无人觉得羞耻 为什么 因为在他这里没有论断 没有挑刺 没有鄙视 没有敌意 在他这里只有真实 只有饶恕 只有接纳 只有恩典 在他这里 人人都可以像小孩子一样 纯真无邪 这不就是赤身搂体 并不羞耻的状态吗 哈利路亚 圣经真是奇妙 耶稣这个末后的亚当 把我们带回到 原初的状态 当初的伊甸园 今天我们无法重返了 但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 不正是我们永远 失去了的伊甸园吗 一个精神的伊甸园 一个心灵的伊甸园 永恒的伊甸园 不正是那个不分善恶 为神是从的境界吗 不分善恶是为神是从 为命是从 这个命是神的命令 我不去分辨 我只听神的话 不去分辨 这就是一个恩典的世界 就是保罗后来所概括的 你们是在恩典下 不在律法下 你们知道 就是在恩典下 就是没有分别了 没有律法的指控 没有彼此的高低 只有在耶稣带来的恩典里 上帝给人提供了 这么一种境界 奥古斯丁认为 出于自我意志的判断 不能让人得到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放弃判断 行走在上帝 至高无上的喜乐中 也就是说 不是善于分别善恶的人 而是放弃分别善恶的人 才能落脚在上帝的恩典里 一概不要论断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后来的跟先来的 干活少的干活多的 都给一千银子 你不服气吗 这就是恩典 如果你分别 如果你比较 你论断 那你就失去恩典 在后的在前 在前的在后 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最近兴起的大数据理论 也是发现 把大量的信息 不管有意无意 有用没用 相关无关的信息 全部集合在一起 会形成巨大的价值 谷歌 Google的搜索系统 它之所以成功 就是这个原理 这与稍早的 另一个科学理论 相对论 不谋而合 这世界上的一切存在 一切存在 一切信息 都是相对的 他们的好与坏 你注意我特别强调 他们的好与坏 善与恶 义与害 是与非 甚至真与假 都是相对于某个主体 某个角度 某一个时空而言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是善的 在那里就是恶 在这里是有益的 在那里有害 是吧 在这里有用 在那里没用 所以我们就挑 其中一部分 对我们有益的 有用的 但是对你无益的 无用的 它仍然存在那 对别人有益有用 这叫大数据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分善恶 就是这个意思 你分啥 对你来说 你可以以你的角度来分 但是你那个角度 只是你的角度 并不代表 这个事情的本身 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Google 刚刚出现 我就觉得 这个公司干这种事 啥死了 你把别人的东西 全搜集到你这来 你干嘛呀 很免费 后来越来才知道 smart 聪明极了 对你没用的 对他有用 对你们都没用的 对他有用 今天没用的 将来有用 对不对 正着没用的 斜着有用 直接没有用的 拐几个弯就有用 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这样 让你知道 你自己把你自己 放在里边 就是了 你不要去论断别人 别人有别人的价值 只有那个总的主人 上帝才是绝对的 其他全是相对的 每一个存在 每一个信息 都具有不可替代 不可忽略的价值 而他们整体的 集合为一体的价值 就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大自然就是这么一个 兼容并序的大数据 上帝的怀抱 就是这么一个 兼容并序的大数据 耶稣的恩典 也是这么一个 兼容并序的大数据 他告诉我们 不要论断人 要饶恕人 要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不自以为是 不自以为义 不计算人家的恶 等等 当然了 我们要记住一点 当我们说一切都是相对 不要论断的时候 别忘了 上帝是绝对 他有权论断我们 他有权审判我们 当我们放弃了 我们自己 分别善恶的权利 意味着把这权利 交给了上帝 当我们说 我们不分善恶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说 请上帝来分善恶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谁也不能分善恶 上帝也不分 恼恼恼恼恼恼 我们只是说 我们不能分 交给上帝来分 上帝说 我在耶稣基督里 我在耶稣基督里 看你们 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这个是已经定了的 这一点是不改变的 至于世界 他会按律法来审判 但是我们在恩典下的人 他是按怜悯来对待我们 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